《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晚天氣報告 我是王德勤 今天吹著大東風 天氣明顯是涼了 大家要留意 我們預計星期四的時間 會有一道冷風抵達華南沿浪地區 街市的氣溫會顯著下降 隨後幾天見到最低氣溫 大概只有12至13度左右 天氣明顯會冷很多 大家要穿足夠的保亂衣物 看看今早上各區的最高氣溫 由於吹著大東風的關係 普遍地區都在20至23度左右 比昨天的同一時間氣溫低了6至7度 衛星雲圖上顯示 廣東沿浪地區受了灰色白茫茫的雲帶覆蓋著 代表受了一些低雲的影響 在氣溫預報見到未來幾天 一些藍色紫色的區域從北向南擴散到廣東沿浪一帶 我們預計未來幾天氣溫會顯著下降 詳細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薄霧 預計今晚和明早早間間中猶豫 明天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 氣溫會計乎17至22度左右 風方面吹清淨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吹強風 明天風勢會逐漸緩和 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星期四氣溫會顯著下降 隨後幾天早上氣溫大約是12至13度左右 今晚的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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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t